今天中方有关机构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攻击西北工业大学使用网络武器的技术分析报告 报告中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和证据 中方已经通过多个渠道要求美方对恶意网络攻击做出解释并立即停止不法行为 但是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美方实质性的回应 我要强调的是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有关机构的技术秘密 严重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机构和个人信息安全 美方有关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并做出负责任的解释